宋承文 男23岁 黑龙江人 大庆师范学院大四 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 尊敬的各位老板 主持人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刚刚从火星 落地地球的东北人 我叫宋承文 作为一名计算机系的学生 可我对设计情有独钟 成为一名设计师 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求一份设计师 设计师助理 或者和设计相关的职位 谢谢大家 你去过火星时代学习是吗 对 我是 王老师的学生 对对对 我是今年三月份 刚刚从火星时代毕业的 在那学哪个专业啊 室内设计 成绩怎么样 在班级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 哇 那成绩算不错了 一个班多少个人 四十多个吧 四十多个 对 喜欢美术 对 特别喜欢 那为什么没有考美术院校呢 是这样的 高中的时候呢 也是家里面觉得这个美术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而是说家里面的条件 可能不太允许我 继续深造美术这一块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 就了解到了火星时代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我到上大四的时候吧 就是说家里条件也还可以了 而且父母觉得 我的梦想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 让我来实现 然后就不想再压抑我这块的天赋吧 孙承文这个选手 一上场的时候 很显然所有的老板的眼睛都亮了 因为这个男生的外在形象 一米八几的个儿 然后呢 又长了一副 让人觉得很可靠的脸 然后重点是 他对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 和诉求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这是我在火星学习的 一个项目截取的PPT 这是一个办公室的空间 设计的灵感来源于树木 中间的办公室就向树木生长 然后延伸到整个的办公区 包括周围这一圈 一个环形的动线 这一张呢 是我做的一个软装方案的 一个截取 这里面用的每一线家具 都是可以在市面上 实实在在地可以买到的 这些图片 都是我在火星学习的时候 做的一些项目的效果图 和手绘的这个图片 头两张是一个工业风的平层 然后下面是一个咖啡厅的 办公区的这么一个 手绘效果图 是一个临摹的作品 我刚刚请教了一下 王琪同学 估计在这个学校 你们的技能上 是毋庸置疑 没有问题的 但是刚刚在你展示的作品里 我看不到创意 没有心跳的感觉 你能跟我讲讲 你对咖啡馆设计的理念 和亮点在哪吗 首先咖啡厅是一个放松 然后一个相对休闲的一个场座 给人营造的氛围呢 就是一个相对惬意的感觉 我个人认为 就是用灯光来营造一些 温馨惬意的氛围 会给人一种不同的感受 如果我想做一个 85后90后 年轻人喜欢的咖啡馆 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 那你会从哪几个点 来打造这样一个环境 你说一二三 几个关键点 年轻的客户群 可能他追求的新鲜的东西 或者是复古的东西 可能要大于他们年龄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东西 那从这两点来讲呢 我个人觉得 不好意思宋承文 刚才那个问题和这个问题 我都很诧异 你怎么回答 因为你没有数据 你这连经验都谈不上 你是主观异端吗 也不算吧 为什么85后 会是你说的这样 你的数据来自于审大 这个也是我之前 就是在我做的这些项目里面 做过一些相应的查找资料吧 如果你这个专业 你没有想过甲乙方的区别 对吧 你到甲方公司 你向谁学习呢 对吧 而且我觉得乙方公司 如果想得到安全可靠的设计 应该是让大家来投标 对吧 找更多可靠的 专业的团队来操作 所以我觉得你在甲方企业里 得到锻炼成长的机会不大 陈文 即使你有能力 其实我觉得目前就我现在 做的这些项目上来讲的话 陆地执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我现在对于我自己的设计能力 也是有一定的认可 但是我需要的是一个 把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一些主意 创意 然后释放出来 陈文 我给你点建议啊 刚才尹总请你设计咖啡厅的时候 你上来就说 你应该先问您的需求是什么 您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客户 而是去听他要说什么 他要什么 我们帮你去完成你的这个梦想和想法 其实重中之重是沟通 他现在还没有一份工作经历 还是实习 所以沟通差点 对 所以从助理开始做起 家庄设计师的助理 他应聘的就是家庄设计师助理 陈德是在台上有些紧张吧 然后只是单纯地想着要回答问题 但是却忘了问题本身 他要想考察我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你今天应聘的意向岗位 家庄设计师或者室内设计师 或者室内设计师 对 你要求薪水多少 两千 不低于两千 对 是因为 太低了 没有 是因为考虑到这样 作为一个设计师 普通设计师的话 薪资可能也就只能达到 这样一个水准 不对吧 彭北燕 这低于北京市 最低工资标准吧 北京市最低工资 是一千八百九十 这的确太低了 叫两千块钱 也有点过分 三千吧 也就是说两千 三千以上是合适的 过高和过低 都是对自己评估不准确 他其实按照我们 行规提的一个薪酬标准 他的底薪低 但他提成高 他是按项目结算的 OK 所以你们就不用在这上面 来纠结了 因为他其实按照我们 行规提的一个薪酬标准 对 这跟我们公司的 薪资结构也是一样的 有地域限制吗 在北京 第一轮选择去货 还有巴战队 天生我有台 谢谢老师 宋升文还给我们 带来一首歌曲 我们来听一下 爱乐是 爱乐的方式不值一筹 不用分魔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无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房的赤裸裸 谢谢大家 他有一种让人感觉很干净的感觉 不复杂 长得也端端正正的 挺让人喜欢的 是 老张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几项得分还是不错的 创新性这一块也不错 所以他做设计是符合他的性格 他在艺术类型和在技能型方面 得分比较高 也就说明他对做设计 这些他是有兴趣的 在社交这一块 得分不太明显 去社会打交道这一方面 他可能兴趣不太大 他的职业能力 自信表现不错 以及未来的职业清晰度也比较明显 但是我一直考虑就是说 除了设计这块 像你的数值我觉得是不错的 策划呀 这些其他方面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区货磊 还有六盏灯 来 给几位从尹峰开始 曾丑雯同学 凯飞机给你的岗位是设计专员 欢迎你加入凯飞机 我们一起努力 好 谢谢林总 我能给你留的岗位呢 是我们的相应的讲师的助教 好 谢谢王总 我这份工作 几乎可以满足你所有要求 除了设计之外 因为我并不认为你设计是你的强项 那我们这份工作是什么 是做帮楼租赁的一个顾问 给你的是我们合作办学 或者加盟事业部的设计 这个专员 从专员开始 好 谢谢陈总 第一个方向呢 就是偏策划类的设计 也给了你很大的一个空间 第二个呢 就是在落地执行上 就是你设计完之后 所有的项目需要你来跟进 好 谢谢佛总 那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就是做设计师的助理 跟他学习设计 我们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还有宿舍 第四斩 留两斩 去吧 有请李杰 尹峰 弹琴和传感情 请揭晓 这样的新手满意吗 很满意了已经 很满意了已经 对 因为本来也没打算要到很高 还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吧 好 心态好 来 可以问个问题 李总你好 你好 我想知道就是咱们具体的要做的 是类似于软装那种的感觉还是 这份工作的比喻说 一个大的世界500强企业到北京 他要选择一个办公楼 然后带看 带看场地 最主要工作的就是要你提供业主方和租户方一个桥梁 成为他们的顾问 这份工作其实最具有挑战性就是 你需要比较有强的谈判能力 要了解市场 但是确实能给你很大自由度和创造力 林总 是这样 如果我去了咱们公司的话 会对我有些提升的方面的能够知道 我们的营建中心是我们整个集团公司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进入之后 先是从现有的设计模型的应用实现和优化升级开始 这个会让你的基本功得到很快的应用 我们欢迎你 谢谢林总 来 另外一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心思超过于5000的 6000 有没有超过6000 把另外一盏灯灭了 来说一下为什么加到6000 我觉得就是出去这个跟合同伙伴去谈设计的话 我觉得形象是很好 你这款一直是他喜欢的 是吗 考虑一下是否愿意让陈浩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是没有 你的答案是 代替一下李总吧 为什么 是这样 我还是比较忠于我自己的设计吧 李总这个岗位 可能在设计这一块还是占的比例少一些 李总在给职位之书就说清楚了 除了设计之外都可以满足你 那为什么一开始把陈浩灭了留下了他呢 就是我不太清楚会不会有这个 上面会有更厉害的设计 就是更厉害的设计师带着我 有 我们其实我们的团队挺务实的 有以前金螳螂的 然后有柯宝的 我们的设计师团队 好 因为我们是连锁起 有请李洁黯然离场 来有请陈浩荣于登场 好 又是两位老干将彼此拼杀了 自己做决定 10秒 咖啡之一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去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